大家好 那今天呢会给大家推荐一款植村秀的这个砍刀眉笔 那其实这一款产品早就已经是植村秀家的一个王牌产品了 其实它的销量非常大 而且是他们家是首创的这个眉笔会以砍刀的形式来就是描画 这样子呢你就会非常非常容易的画出好看的眉型 跟你普通的这一种尖头呢 其实效果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在你没有削之前 它其实也是这种尖头的 这个是全新的一支 然后呢 砖柜它会免费帮你把它削成这样子的一个砍刀的形式 然后这个砍刀怎么削呢 其实我已经之前已经拍过那个专柜的照片给大家做了一个教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其实大家就是在我这边买的话呢 你可以放心啊 你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专柜去叫专柜的BA去帮你去修剪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它这个修剪好的这个 因为它这个修剪好的这个 看一下 它这个是纯手工修剪的 所以它不可能每一支都完全一样啊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是像一个砍刀一样的 然后这样子呢 你画起来的话就会非常顺手 但是呢因为它的长短就会跟你全新的会有不一样 因为它是把头截掉的 所以你实际比出来的这样一个长短的话 会发现你削好以后就会短一点啊 这个是正常的 任何一个专柜都是一样的 我再说一下色号啊 因为这款色号标注的地方比较特别 它是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一个02 这个才是色号啊 如果说下面有一些同学会看下面这个底部的这个Hard酒 这个其实指的很硬度啊 并不是色号 因为之前经常有顾客说 你怎么发错色号给我 我要的是2号色 你怎么发6号色给我 其实是看错了啊 我们也不会发错的 然后呢 它的颜色是有1号色2号色 然后还比如说5号色6号色都很多啊 我比较推荐2号色5号色和6号色会买的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具体的色号呢 后面的教程也都会有给大家来讲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那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眉笔呢 它是有一种特殊的一个设计的 就是说它如果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皮肤上 是很难画得出来的 所以呢 就比如说你平常画眉毛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给眉毛 就是你全脸涂乳液的时候嘛 你先给眉毛上也涂上乳液 这样子呢 它这个眉笔上色的时候就会非常快 因为它这个是它一个特殊的配方 就是防止你划错 所以才会去做这样一个设计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姑姑他一开始他不太懂的时候呢 他就说 哎 为什么我这个怎么回事啊 怎么画不上啊 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是使用方法上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已经示范好了一个效果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边的是什么都没有涂过 然后就直接涂眉笔的 你会发现上色非常难 我手上都已经画红了 然后这一边呢 是我涂了一个粉底液的情况下 再涂抹这个眉笔 上色度就是非常好 而且非常均匀 颜色显得非常饱和 然后你平常用的时候呢 不管是粉底液啊乳液啊 或者是这种隔离 反正只要它是里面含油分的东西 你做一个打底 然后再涂 这样子就效果就非常好了 那眉笔具体的画法呢 我这边就不多讲了 因为教程里面都会有写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认真的去看一下 其实它画出来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还是比较希望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反正就讲这么多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拜拜